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週三批准了國會休會一個多月 此舉在各方意料之中 因為女王在政治問題上幾乎沒有回宣餘地 無法拒絕首相的要求 脫歐協商始終沒有實質進展 反對黨各派正在醞釀通過立法 或對政府發起不信任投票來阻止無協議脫歐 但都要等到9月3日 國會停止暑期休會後才能啟動 但週三 首相約翰遜先發誌人 乾脆將國會關閉 聲稱原因是 她將女王關於英國內政的講演 安排在10月14日 之前政府需要時間準備 反脫歐的議員對此大為憤怒 前財政大臣哈蒙德表示 下週國會重啟開會後 議員們會有所行動 當被問到如何看待有人說 國會休會是不民主的行為時 屬於強硬脫歐派的英國國會領袖 李斯莫格進行了反國 他們不會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這是我們的法律 不到一天的時間裡 已經有50多萬人在一份反對 暫停議會的請願書上簽名 每分鐘都有數千人加入 不同的組織和公眾人物宣布 從週三到週六將在英國各地 舉辦一系列的抗議活動 新唐人記者 王宇因綜合報導